在台东的多梁火车站 这几年成为了南回地区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 每年都吸引大约20万人次的造访 却也引发了环境脏乱的问题 台东的泰玛里乡公所就规划 从2月1号开始将要收取10元入园清洁费 同时聘雇三名清洁人员 也呼吁游客配合维护车站的环境清洁 雨伞 饮料杯 宝特瓶等人造废弃物 散落在台东多梁火车站铁轨周边 和眼前这片无敌海景形成强烈对比 游客表示眼前的景色确实优美 不过仔细往下一看却发现有许多废弃垃圾 刚才的时候其实都在看火车 然后看海就没有注意到下面有垃圾 不过仔细看好像真的有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要乱丢垃圾 因为丢一些塑胶的垃圾风一吹 这边风很大就飘过去了 独两火车站每年大约醒20万的旅游人次 由于车站园区内没有固定的清洁人员 因此泰玛里乡公所将在2月1号 在园区门口设置收费区 每人收费10元 6岁以下身心障碍者及泰玛里乡民则是免费进场 现在游客针对使用者付费的那种观念 其实都蛮能接受的 那我们刚好相公署有定一个自治的一个条例 针对观光区域的部分 有去做一个清洁费的一个收费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针对游客的话是一个人是10元 泰玛里乡公所表示 届时的收费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 其他时段车站则不对外开放 而收取的入院费用将已支付 三名清洁员薪资及清洁设备 若有盈余则会回馈在地的龙部落社区 这讲解泰玛里乡报道